广里区马苏西家头断旁有一块土地 经历了六二大雨以及九八大雨冲刷流失严重 地主就希望能够施作户暗保护 不过水利局所做的石器户暗太矮 自己想要做又有法规的限制 现在每到大雨土地就一点一点的流失 所以立委黄国昌服务处把好当天就发起会刊 希望找到留住土地的办法 广里区家头断马苏西旁有一块土地 历经六二水灾以及九八大雨 户暗被冲刷毁损 土地更是冲刺流失严重 而地主寻求市府水利局的协助 不过星座的户暗高度有限 大雨一来还是将土地冲刷入溪流 每逢大雨土地就流失一点 地主多次寻求协助未果 今天立委黄国昌服务处也再度办理会刊 邀请水利局李舍川局等多个局处 到现场商讨可行的办法 它那是水淹的很高 把我们原本很大的土地 这边这一块土地 就是把它弄掉了 就是大概流失了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 对对对 然后我们想去跟那个水利局那边做那个 不安的那个申请 就是说无论看是不是有办法 或者公布我们的出钱 或者是我们自己出钱 想办法把它做起来 可是 我们好像我们自己申请好像没办法啦 主要是 然后后来水利局那边就是想说 想帮忙 所以他有做了一个那个 应该是气实的气实的护案 不过那个没有做到很高 所以后面会有那个大 又下大雨的时候 其实那个效果就是不大 然后土地它持续的就是被冲死掉了 土地陈其人表示 六二大雨淹过整片土地 甚至都要淹几桥面 不少土地都被冲刷塌陷 原本有提出要自己出钱做护案的申请 不过法规并不允许 而水利局协助做的气实护案又不够高 大雨一来土地依旧是在流失中 实在不知所措 期盼会堪可以找到留住土地的办法 其实今天去已经做第二次会堪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说 因为现在这条马术溪它属于市管河川 也就是新北市政府所负责的 那因为他们有向中央 也就是水利署申请经费 做重新规划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是不是藉由这样重新规划 然后请新北市水利局做水理分析 如果水理分析上是可行 就让它变成一个岛 它一个岛区 然后马术溪就在这个地方做分流 如果可行把这个岛区化作防洪治理线 它地主就能够保留这样的区域 立委黄国昌服务处指出 马术溪为市管河川水利局 目前已经向水利署提案做溪流的重新规划 因此会堪过后要求水利局 针对这一处进行水理分析 在安全为前提的情况底下 若是可行 将会规划为岛区 成为防洪治理线 借此要将这块土地保存下来 记者大平和万里采放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